一年一度的亞洲音樂器 二十三號在首爾團式 體育場盛大節目 歌手們接力演唱 現場三萬人 享受了一場聽覺與視覺的饗宴 Midwestern р Definitive 日本當紅的女子組 和AKB48 這次來的16個成員 現場表演熱力十足 deben讓它 企業 Does 光良上台时由于童话曾经被韩国歌手翻唱 现场回响超大也让光良很意外 穿上黑色背心 郑元唱登场颇有韩国歌手的架势 在当地有不少粉丝 后台郑元唱也与不少艺人交流 跟他视为偶像的瑞 也在奴国事件之后首度露面 只是这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在跟天王作对 让表演实色不少 以正在感戏为理由 仍缺席记者会演出顺序也往后调 表演结束后也快闪离去 让想要采访他的各国媒体打出索望 一天是李昂丽 叶方李王伟倩在韩国首尔的采访报道